蓝绿白总统参选人比拼长照政界 卫福部拍板了65岁以上 弱势长者免健保费 这边后仪还有柯文哲讽刺是拿相跟拜 不过蓝白阵营主张的是全额补助 跟卫福部针对弱势的方案不一样 行政院也认为全额补助恐怕排挤其他的社福预算 不宜贸然的造劲 而赖清德今天出席活动持续关心长者照顾议题 过去是连结在地 未来要连结国际 也希望能够提供给需要服务的这些长辈 带来希望 出席国际照顾博览会 副总统赖清德关心长者照顾议题 抛出长照3.0后 现在政府又拍板 65岁以上并且属于无收入 没有财产的第六类保险对象的弱势族群 健保费全额补助 那我一提出来民进党 七年都不做马上跟进 那你要跟进不要做只有半套 你不应当 就是说人家在于党体的 那你要为了输人不输定 那你就赶快退出一个 不是政策不对 是态度不对 蓝牌正一步约而同 早已不提出相同证件 萊夫怎么看张哲免健保 会有一根科幻者说 你是拿相跟败 校校部回应 但相对科幅主张全额补助 恐怕未能增加健保基金 并兼顾医疗品质 卫福部拍板方案 是纳入第六类保险对象 如此一来能照顾弱势张备 又避免排挤其他社服预算 国民党说要提这样的政策 我们都很想问他的财力从哪边来 台湾是因为这几年 在蔡英文总统的一个带领下 我们的财务状况 是每年大概有千亿的一个盈语 蓝绿白长照证件过招 抢引法票不住也要对诊下药 记者台北华联终合报道